航海王號稱的上市公司台華 投控董事長閻一財 被指控在大連大投資控股公司 收購台華股權之前 事先用人頭進場買進股票 涉及了內線交易 而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 在十二號搜索十處地點 並且約談董事長閻一財 以及董事許旭輝總共九人到案 那麼估計閻一財許旭輝 透過人頭買入台華股票 不法獲利近兩百萬元 巡後依違反證交法 移送台北地檢署漏頁覆訊 檢方命許旭輝以兩百萬元交保 延一財五百萬元交保 並且限制出境出海 延一財移送北檢覆訊的時候 面對記者的提問是不發抑鬱 那麼要說台華物流集團 他是以海空運及鐵路進出口 承攬服務為核心的業務 還延伸服務處繳集結 曝光代理內陸運輸 倉儲服務等等 全方位物流的綜合性物流集團 因此被投資大眾 視為航海王